18岁那年,女孩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然而她却选择从高楼一跃而下 可奇怪的是,几年后,许致不仅在北京完成了学业 还在老家顺理结婚生子 直到这天,警方在家中发现了她的尸体 许致被戾气所杀 可经过指纹对比,发现凶器上只有许致的指纹 莫非许致是自杀? 动管局的探员们很快调取了电梯监控 他们发现案发时并没有其他人闯入 只有许致一人 但奇怪的是,许致好像并不清楚自己家住在几楼 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直到这天,许致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探员们这才恍人大悟 原来许致是一个蚯蚓精 蚯蚓只要把自己分成两半在白浸土里 就可以再生出两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18岁那年,许致并没有自杀 而是在分身 案情终于有了眉目 探长立马带人来到北京调查 经过调查,许致在北京的分身已经改名 叫做胡啸 胡啸十分热爱音乐 但为了追求他的音乐梦 只能窝居在一个地下室 日子过得也十分拮据 他的生活可比许致的差远了 探长认为,胡啸是嫉妒许致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才杀害了许致 从而代替他的人生 但有一点很奇怪 如果胡啸是想过安稳的日子 那为什么杀害许致后 他还是选择北漂过苦的日子呢 探长把胡啸招到了动管局 经过审问真相才终于大白 18岁那年,许致考上了北京音乐学院 但他的父母却不同意他走音乐这条路 他制造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一个去追求梦想 去大城市里闯荡 那一个寻求安稳留在了父母的身边 本来俩人说好 每隔一段时间就互换身份 体验彼此不同的人生 可没过多久 许致就受够了大城市的漂泊 想回到家中继续过安逸的生活 没办法 许致是本体 胡啸只能听话 之后的几年里 许致结婚生子 幸福美满 而胡啸则继续北漂 在黑暗的地下室里追寻梦想 两人再也没有互换身份 可直到几天前 许致突然把胡啸喊来 他说自己婚后并不幸福 想要跟胡啸再次互换身份 让胡啸来替他受这个委屈 可这次胡啸拒绝了 分身竟然不听本体的话 许致气急败坏 他拿起尖刀对准了胡啸 挣扎中 胡啸即使躲避 可没有想到许致却误杀了自己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胡啸被无罪释放 而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两难的选择 但不管怎么选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所负责